美国国会参议院还没针对1180亿美元的国安补充预算法案进行表决 但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把法案卡关的责任归咎在前总统川普 边境问题一直是川普和共和党攻击拜登的议题 今天拜登的谈话也透露 如果国安补充预算法案一如预期的没能通过 接下来几个月在竞选活动上 拜登将把无法解决南部边境问题的责任 指向川普和畏惧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共和党人 我明白前总统是在努力阻止这个策略 因为他并不在意解决标准备的问题 他想要对美国的问题一个政治问题 美国人们想要一个解决 让极限于空调的政治论 我们就不断做任何东西 我们必须要拿到标准备的资源 所以国民们必须要决定 谁会帮助 拜登赞赏法案严格的边境和移民政策 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最公平的法律 敦促国会超越有毒政治通过法案 拜登也说这笔国安补充预算 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另外美国驻印太地区的九名大使 包括日本中国印度菲律宾和南韩 联名致函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领袖 敦促尽快通过补充预算 TVBS新闻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